AM730 明天的头版里面有一宗新闻 值得跟大家读者网友去看一看 大家看看究竟是否合理 医护人员现在酝酿一些工业行动 希望政府能够在倒截病毒全香港 希望关口封得更紧密 原来整件事本身涉及到医管局的政策上 是否合理 在过去公立医院成立一个所谓dirty team 我想大家听不少 去处理一些专责照顾一些疫症 一些可传染性的病人 其实近日也说 会设立一些dirty team 去专责照顾武汉肺炎病人的一些队伍 有医生、有护士 医护人员完成了四至六个星期的dirty team 工作之后 根据他们过去的做法 会直接回到他们自己工作的单位 中间是没有自我隔离的 除非他们有病症 亦需要被强制隔离 即是你去了Event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你觉得自己害怕有点不错 可能你觉得有点不错 那你究竟怎样呢? 原来在现有的制度下 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Wash Out Period 就是他们称为一个清洗期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说我想自我隔离 我想这个清洗期 那怎样呢? 你就要拿你自己的廉价 去作为你自己自我隔离的支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看回一下 其实这个武汉肺炎 根据公共医疗医生协会 会长马仲尔说 保护肺炎是有两个星期的潜伏期 这个Incubation Period 是约2个星期左右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最坏的打算 就或者会出现呢 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医护 这个病人传了给医护的话 那这个医护人又要马上去医院的其他部门工作 那就令到这个病本身的散播风险相当之高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 政府是不是也 或者医管国民都应该想想 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用以前那一套方法 继续就是说 如果要自我隔离的话呢 就要扣那些员工的价呢? 其实这件事呢我想从几方面看 第一 入这些Dirty Team的同事 这些医护人员呢 其实已经承受了很大的 这个工作的风险 那在香港努工法例来讲呢 其实 这个雇主呢 是需要提供一个安全 適切的空间呢 给他们的孤养的 那但是固然啊 现在或者医估局觉得 他们提供了一切的一些医疗装备啊 给员工他们进去做的 那但是病毒就没眼了 而且看回 就算你说SARS期间都好啊 一样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呢 其实是感染了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啊 现在有医护人员 他们完成了四至六个星期 那你记住 不是一两天啊 他们在 如果在Dirty Team里面 做了四至六个星期的话 而出来他们又马上去回 其他的部门去做事 那其实 对于其他病人来讲 这个是不是都已经造成 一个的风险在这里呢? 再讲了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 那个做法是这么死板 或者是这么没有人情味地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那些妖人员 他们拿自己的假期 去做他自己的自我隔离期呢? 大家想一想 自我隔离的话 其实你都没有哪里可以去的 那你说这本角 是怕那些员工自我隔离期 其实走去玩的话 其实他都可以有些方法 去做一些的 所谓checking的工作啊 那啊 例如如果 打一下电话去 这些医护人员他们 说他们自己 自我隔离的地方 是在哪里啦 那样 看他们是不是真的 在那个居所里面 那样 再不是啦 其实可以切纳一些 所谓自我隔离的地方 被医护人员入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有没有必要要扣他们的假期呢? 其实在一个疫症横行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呢 特事特办 或者呢 一些富有人情利的一些做法 确实呢 是需要在别人面对这些困难之前 其实身为局方就应该要提出的 就不是呢 好像要我们 譬如像明天这样 这个报道出阶了 那究竟医管局 或者相关的一些医疗工会 是不是要他们 又要大家博弈 或者大家争拗一轮之后才做呢? 我想呢 其实呢 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呢 很多人很争论的就是说 医护究竟应不应该罢工 那但是 我想提起的 大家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更加重要一点就是说 要了解清楚前文后理 前因后果 或者当中有些什么细节 是我们一般人是未明白的 那当然啦 作为新闻工作者 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说 将这些问题呢 我们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 那希望呢 能够令到呢 社会大众啊 读者网友之间呢 对于香港医疗体系的运作呢 有更深刻的了解 究竟 啊 这个14天的自我隔离 应不应该由这些 Dirty Team里面 已经做了4至6个星期的 医疗的专业人员 他们去自己 用回自己的假期 去作为一个彼保呢 我想 我不给答案了 其实我想大家都 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的 啊 啊 不过其实我想 香港很多打工仔 大家都知道啦 大家的年假可能一年都只有 18啊 或者15啊 20啊 21啊 2日啊 那如果 一个医疗人员 他们进入Dirty Team之后 他们真的 自我隔离14天的话 那他 那一年的年假就已经没有了 好了 我想我讲到这里呢 应该都能够呢 将这个 新闻的前因后果 讲得很清楚 究竟大家如何判断呢 就你们去想啦 再见 啊 啊